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十一 玉米呢,别再煮着吃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玉米非常好吃的做法 加三个鸡蛋,做法简单又营养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根玉米,把它掰成两段 放入盘中,把玉米颗粒剥下来 新鲜玉米已属于粗粮 含有很多种纤维素以及微量元素 吃玉米呢,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 所以,平时应当适量的吃一些玉米,对身体很好 然后锅中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把它烧开 烧开后,把玉米粒倒进去 焯水两分钟 两分钟后,控水捞出来 放入盘中,放凉 接着,准备一把红枣放入碗中 一把葡萄干 加一勺面粉 加入清水 把它抓洗干净 红枣和葡萄干上面的褶皱很多 面粉呢,有很好的吸附性 可以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得更干净 多装洗一下 清洗干净后,放到菜板上 用剪姿,把红枣肉剪下来 剪好之后,放上一把玉米粒干 再把它们切碎 切好之后 装入碗中 接下来,准备三个鸡蛋 将它倒入玉米粒中 先把它搅散,搅均匀 再把切好的果干倒进去 继续搅拌均匀 搅均匀后 少量多次的加入糯米粉 将糯米粉的量呢 就根据玉米粒鸡蛋的量来加 把它搅拌至这种浓稠的玉米糊就可以 接下来,电饼铛倒入适量的油 把它刷均匀 撒适量的白芝麻 把玉米粒倒进去 用铲子把它铺平整 在表面也撒上一层白芝麻 盖上盖子 烙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后打开盖子 利用一个平底盘 给它翻一个面 再盖上盖子 继续烙三分钟左右 时间到 把它烙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已经熟透了 把它盛出来 放到菜板上 再把它改刀切成菱形块 这样更方便食用 像这样就可以 把它装入盘中 非常好吃的玉米鸡蛋饼就做好了 做法非常的简单 吃起来酸甜可口 可好吃了 口味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做 可以做甜的 也可以做咸的 做咸的 可以加火腿肠 胡萝卜 虾皮 其中的蔬菜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加 不管是哪种做法 吃起来都非常的营养美味 这样做的玉米鸡蛋饼 吃起来软糯香甜可好吃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吧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